为什么很多人都说雍正是大清唯一的好皇帝 因为他干的事都是封建王朝时期 皇帝们不爱干也不敢干的事 看过雍正王朝这个电视剧的朋友应该都记得 康熙朝的晚期 全国的财政账面上几乎全是亏空 影视剧里面把这一切都归咎于是官员欠国库的钱 可这个钱欠的可不简单 因为除了挪用国库之外 就是盐铁铜的官班牙们也在亏空 这个事有多可怕呢 在聊汉武帝时期百姓生活状况的时候 我们重点就提到了官府经营垄断盐铁的问题 作为百姓日常生活中必备的东西 面对中国这样巨大人口基数的国家 这个利润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关键是它还是官方绝对垄断的 按理说农业是可能因为天灾出一些问题 但是这些具有商业性质的东西应该没有事啊 怪也就怪在这了 举个例子啊 像盐业这个东西在古代那是绝对的暴利 可全国的钱都在亏空 雍正不管怎么问底下回来的话永远都是 今年亏损严重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 很简单 盐在实际情况下是绝对挣钱的 可是这些钱最后都被底下给三七分账了 具体的操作就是地方发现了盐警之后 引力不报 然后包派给地方的买卖商人去生产 生产的过程当中 所有的消耗由朝廷买单 而盈利后的钱 官员拿三分 盐商拿七分 朝廷能不能拿 还要看地方的心情 雍正即为初年 仅云南一省的盐业就亏空了十一万九千两 这还仅仅是一省的盐业 像其他的茶叶铜矿瓷浸棉杀 只要是有朝廷股份在的 那就更不用说了 于是乎就出现了影视剧里 大家都看到的画面 雍正派田文静 李卫到地方清理这些亏空 我们还是以云南的盐业为例 在移情王允祥的推荐下 李卫担任了云南一言道 李卫可不是影视剧里面 那个叫花子出身 他是典型的官二代 祖上是明朝的锦衣卫世家 属于武官那边的 所以他做事情就没那么文静 一上来就把云南设计亏空的官员 商人全给抓了 要求按限期之内还钱 还不起的 你卖房卖地也好 杂瓜卖铁也好 必须把钱补上 就在云南地方官员一片哀嚎之下 不仅云南盐业的钱补了回来 而且还赚了三万两 同样像田文静到了河南之后 也是把所有亏空的官也给抓了起来 然后挨个手钱 交不上来你就去杂瓜卖铁 不到一年照样把钱给补回来了 每次在文章当中看到这样的内容 我相信绝大多数正常的人 同样雍正也是一样 对于田文静和李渭这种做法 他非常受用 因为他真的是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 去看待问题 可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到地方上 那就不一样了 雍正清理亏空换来的是 举国官场的一顿痛骂 这归根结底就是因为 对于很多官僚而言 国家的公器只是自家的饭碗而已 在他们的世界里面 国家利益和自身利益并不是同步的 甚至这些官员巴不得大清朝廷啥也不管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宋朝时期 皇帝一个一个和官员都是一团和气 毕竟宋朝是一个把天子和士大夫共天下 贴到脑门上的王朝 一个纵容底下肆意妄为的皇帝 才是他们眼中的好天子 可群众真正需要的 恰恰也是愿意为了国家利益 去对抗这些剥削者的皇帝 所以别看各种文学作品里面 都在抹黑庸章 但群众的眼前始终都是血亮的 我继续把他去的脑袭 我推荐 一路到最终的